小夕 小夕 您的禮品 我不要 这是墨班车 警理的幸运物 而且今天是你生日 你得收着 我不要 生日礼物 不要算 我要 需要 先击 击�稳 wolf 肚子 枪肥 肚子 肚子 老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海鲜测表厨 我帮你尝尝 我不吃海鲜 你多吃海鲜 那 你吃牛肉 你多吃点吧 别噎着 多喝点水 赶快吃 我得十点回家睡觉 这么早 你也老年人作戏啊 余乐 余乐 你喝醉了 我先送你回去吧 可以吗 慢点 吃完了吗 好 走 来 东西收拾好了吗 我也是背着呢 好 来 钥匙扣拿着 出发 走 走 你吃这么饱 要不要走走 不用了 你不是说今天要早点休息吗 齐总 你今天有点怪怪的 哪里奇怪 你说你过生日出来吃饭 比较有问题 你疯了 不看车 没事吧 没事了 萧綦 你不会对一个纸片人心动了吧 这对纸片人心动 若定是悲剧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如王子昂 就连一个角色 都得是他不要了 我才有机会 我真的没有演技吧 你说话呀 你不说话就代表默认了 原来你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我 余乐 演戏这种东西是靠先天的天赋 和后天的努力的 你才刚刚转型 你不要急于否定自己 我 就连做偶像 我都比不过王子昂 在所有人眼里 他是唱跳俱佳 演技精湛的全能艺人 而我 只是一个想在影视圈 分一杯羹的流量而已 你错了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最好的 西宁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是 西宁 谢谢你相信我 只有你在我身边 陪着我 我 大家请广州下搂搂搂吧 经常上楼搜吧 他是有女朋友的人注意分寸 女朋友 我跟我女朋友吵架 我惹她生气了 你们又吵架了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跟你发脾气 可是你 怎么能在我的面前说别的男人比我优秀 我也是有自尊心的 那你跟他说你跟他解释啊 我 余乐 余乐 走我带你回家 不能回去 你现在把电话拿出来 你打电话给他把你刚刚说的话你都告诉他 他肯定不想理我啊 这是缺乏沟通 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 别人的感情你别插手 你也知道是别人感情 你不让你趁虚而入的 季总 你的员工如此没有礼貌 你不该管管吗 现在是下班时间 他管不着 你这样不合适吧 他们在这扭九年下去真的要分手了